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大家吉祥 我们前面开始讲了回师之道 上个月我们停了将近一个月 也是跟大家致歉 因为刚好活动比较多 尤其参与老人家原集周年的纪念活动 我们时时不忘师长老人家教诲 他老人家就时时在加持我们 秘中讲三根本 上师就是加持的根本 所以我们不能足相了 佛陀涅槃是让弟子生起警觉 更加珍惜佛陀的教诲 他就得真实的利益了 那老人家也是效法佛陀 所以老人家原集之后 我们应该 学习的更精进勇猛 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关照的 那师长有讲 学四书是学做人 四书五经 学做事 圣学之根是根 学做人 那论语 学做事 我们在五轮关系当中 怎么相处得好 我们都希望在五轮关系当中 能够利益到亲戚朋友 利益到对方 但是我们也要明理 不然越帮越忙 就像我们当老师 本末先后是什么 我们要清楚 不然假如我们当了一辈子 老师舍本足末 本末倒置 虽然很尽心尽力 那达到的效果 就不是很理想 所以我们当父母当老师 父母也是孩子 人生第一任老师了 我们可以很冷静的 来关照 我们中华文明五千年了 哪一代的父母老师 花最多的时间 教孩子 教学生 哪一代的效果 最不好 我们走过的路 都能反思反思 不能只是蛮力地干 总要回头看看 总结总结经验 总结总结效果 很可能我们花的时间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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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最不好 所以古人这些成语 都在提醒我们 不能本末倒置了 所以就像我们从事教育 要依孔子的教导 福孝 得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 道德的根本 教育就要从校开始交起 我们忽略了 孔子这些教导 那就 四倍功半 达不到很好的效果 所以学四书五经 尤其学论语 对于我们把五轮关系 能够经营得更好 这个是很有帮助 那我们上一次 进入第二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唯师之道是要成传道统 第二个部分 师之心境 首先第一个 要立志 我们上一次提到的句子 孔子跟弟子子路 严回在一起 孔子问了 何各言而治 那子路 他的志向 他 重义轻力 他很讲道义 他说 愿车马义轻求 与朋友共 古代有一台车马 那是 很有物质条件 是很高级的 他的财富 他很慷慨 可以借给朋友用 这个 诸位 同道 你们的 宾室跟宝马 喜不喜欢 借给别人用 这个句子要拉回来 自己的生活 这个解形才会相应 假如不愿意 那就有可能 我们在这些物质当中 会越来越有占有 越来越吝啬了 这个衣轻求 很好的 皮衣 可以跟朋友共享 坏了 他也不遗憾 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时候 那言回是说了 愿无法善 不去炫耀自己的善 无失劳 就是 不失劳苦 与他人 就像弟子规说的 待避仆 生贵端 你虽然处在 领导的位置 老板的位置 但是能体恤底下的人 不让他们透支 在 请他们帮忙的时候 都能设身处地 考虑他们的情况 所以像论语另外一句 讲到了 使命以实 让百姓来 参与公共建设 得要他们不忙的时候 不农忙的时候 那孔子讲出来 他的志向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他为天下着想了 老人 都能安享晚年 用我们 学 主事道 都能 安下心来 修道 都能 安享 天伦之乐 都能 往生 安乐国 老者安之 因为人生难得 佛法 难闻 我们都希望 得人生 闻佛法的人 不要再搞 六道轮回了 有这样的志向 朋友 信之 朋友 相处 所信用 诚信 不欺 同辈之间 都应该这样 夫妻之间 互相信任 兄弟姐妹之间 互相信任 少者怀之 年少的人 都能得到 长辈的爱护 栽培 因为 青出于蓝 胜于蓝 下一代 比我们 这一代强 我们才有希望 尽力栽培 下一代 一个当老师的人 都要有 远大的志向 他会很积极地 去栽培 人才 因为有人才才能成就这些事 孔子在《黎韵大同辩》说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 举能 讲性修目 这是他所追求的一个人生目标 都要有人才 所以 我们在家庭当中 要为家族 跟社会培养人才 我们当老师 要为 下一代 培养人才 出来 好 那 维师的心境 我们看第二 使命 责任感 我们翻到 两百 讲要两百六十四页 子曰 得之不修 学之不讲 文艺不能洗 不善不能改 事无忧也 那后面提到 孔子的担忧 讲要 倒数第二句 有提到 孔子讲这句话 是勉励学者 就是 他这些学生 勉学者之词 因为 假如学习的人 不修不讲 不洗不改 那就交不成 所以圣人 引以为忧 代表老师 还会担忧 学生 不在这些方面 用功 那当然 我们可以想象 孔子在勉励 学生 在这些方面 用功 他自己一定 以身作者 他一定 也是这样 用功夫的 假如我们 当老师 在这些方面 没有用功夫 去劝别人的时候 感觉底气不够 我们当爸爸妈妈 当老师 当领导 有没有曾经感觉 讲话有一点 底气不够 有点不好意思 那这种感觉 我们就要更 自我期许 我们常常用 菩萨士德 其中 威仪助持 有责德 是身教 柔和直直 设身德 是言教 身教排在前面 这讲话 接着柔和直直 设身德 才有底气 大学里面说的 君子有诸己 而后求诸人 我们有这些优点 才好去带动 孩子还是学生 无诸己 而后非诸人 没有这些缺点 我们才好去 互念孩子 学生 改掉 这个都是知所先后 不能颠倒了 那当然 老师很用心教我们 我们还让老师担心 那我们当学生也 不应该了 所以一个人成熟 首先表现在哪 表现在不让父母老师担心 因为父母老师对我们恩德最大 我们应该报恩都来不及了 希望能多给他们分忧解 好 不愿意让他们多担心 这个是成熟的表现 成熟不是身体长得很大 年纪很大 年纪很大 就成熟不见得 传统话中食指 不中形式 有些人很替人着想 他可能才二十岁 他就老成持重了 有些人都五六十岁了 常常耍脾气 很情绪化 那这个也是不成熟 好 那孔子会提出来 学生不在这些地方下功夫 他会担忧 也代表这些地方 是修学的重点 首先提到了 德之不修 德者乃人所固有之明德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明德是我们本有的本善 用佛家讲 我们本有的性德 这个心出动时 我们自性本来是 不动的 你们有听到飞机的声音 动了 这个心开始飞出去了 我们修学 首先很重要 要先认识真心 你认识它 然后我们现在用功是什么 要恢复真心 你认识清楚了 你就知道怎么来恢复 那认识真心 六祖大师 开悟那二十个字 帮助我们认识真心 何其自信 本质清净 本 本不生灭 知道本不生灭 就不怕死了 本自具足 就不自卑了 本不动摇 我们真心不动 所以心出动时 这叫忘心动了 真心是不动的 忘心出动时 能够绝照 绝知 由未失其明 大家感受感受 比方说 我这个火会上来了 我观照到了 这叫绝知 赶快怎么样 阿弥陀佛 红明正章自信 一念佛 正念现前 这个称恨心 就污染不上了 因为它是忘心 忘是假的 虚忘的 你不把它当真 它就障碍不了你了 所以要觉知 由未失其明 假如没有觉察 这个火上来的 都没有察觉 甚至 这个火越来越大了 妄动 这个魅意 可能火气 一控制不住 爆出来了 根本顾不了 结果如何了 就可能 就发了一个大脾气了 可能家里就失和了 可能这个事就黄掉了 所以古人说 忍得一时之气 免得百日之忧 发一个笔记 事情搞得很难收拾了 你就得去处理善后了 那就魅了 魅了明德了 那魅则转为 兇德了 固须修之 要把它修正了 使父其名 那这个什么时候修正呢 不怕念起 只怕绝齿 念头有偏了 就要修正了 所以大学 有一段教诲 身 有所分治 不得其正 所以只要情绪上来了 就赶快调整了 最好的调整方法 就是念佛 念佛即是自心献了 就不随着这个 习气走了 有所恐惧 则不得其正 诸位忍者 大家最近 有没有担心的事情 那就不得其正了 你在那担心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 头有点晕晕的 看什么事情 好像有点 有点看不清楚 有点事忙忙 因为你心里有事 看事就不是很清晰了 心里有挂碍的事情 这个时候要放下恐惧了 这个都是修正 有所好要 不得其正 你很想要吃什么 要穿什么 你就会被他控制住了 你们有没有经验呢 看见一件很喜欢的衣服 然后回到家 一直在那里想 没有买 睡不着觉 隔天又跑去买 你看 那个好要就控制住你了 整天在那里想 啥事都做不了 像我以前喜欢吃巧克力 好像没吃 就一直在那里想 干不了事 后来非得吃一吃了 才肯去干事 这就被他控制住了 我已经改了 大家不要买给我 我是for example 我们出家人的戒律 不能在别人面前说自己喜欢吃什么 这是犯戒的 你看佛考虑这个考虑的很细 这出家人要帮助大家办到一心向道 不要再把人家的心分到其他的地方去了 所以有一次在饭桌上 有一个同修就说 老婆上最喜欢吃小米 老婆上马上看着他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吃小米 大家要知道 假如传出去说老婆上喜欢吃什么 马上住的地方 那个东西是堆满 所以这个 有所好要 心就不得其症了 当然了 现在假如真的不吃巧克力会睡不着 还是先吃一点吧 不然会延伸出明天工作没精神的问题 就慢慢淡 慢慢淡下来 你总要知道不要被他控制住了 再来有所 忧患 担忧了 就不得其症了 所以这些句子都是帮我们修正自己 错误的心态 才能够恢复真心的状态 好 那这些都是在下明明德的功夫 我们心念一起贪嗔痴的 马上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那你这个警觉性越来越高 慢慢这个贪嗔痴就不起作用了 明德就慢慢就透出来了 好 学是学术 必须讲究 我们常常说要深入金帐 智慧如海 所以求学问要讲究 要把你搞清楚 你理不明就不知道怎么做 好 好 好 那 我们常说要理事圆融 所以我们在求学问的时候 不能出现执着了 不能执理费事 或者执事费理 所以在听经文法的时候啊 这个理事要领纳的圆融 不能有偏执了 所以要长期勋修啊 把理搞清楚 搞明白 好 那比方 有时候会执理费事 老儿上说 要放下 就有同学去跟老儿上说了 我什么都放下了 他把工作也迟了 家里也不管了 什么都放了 在执理费了事了 老儿上说 我叫你心上放下 没有叫你世上放下 世上没有障碍的 那也有同修 比方说啊 听了老儿上说 你给人家念一句阿弥陀佛 让人家听一句阿弥陀佛 帮他阿赖耶士里面 种金刚种子 他听了这个理了 结果他隔天 坐在公车上啊 他就把佛号开得很大声啊 整车的人说 这个人在干什么 一看学佛的 哪一个到场的 那麻烦了 人家说 这学佛的人 都不尊重别人啊 佛号放那么大声 你看他执理费的事了 人一执着啊 就缺乏一种敏锐度了 你那个场合 你要去敏锐的感受一下 你不能为了 帮助他们成佛 一利而根 永违到走 有啊 我们有同修 一听老儿上说要理浪啊 结果他在那等公车啊 公车排得很长啊 结果他排在第一位啊 看到有人进来 有人要来坐车了 他就理浪 他排在他前面 结果后面的人就骂了 你看他执这个道理 要理浪啊 他就顾不到啊 当下的局面啊 你看后面有人都 等了很久了 你就让那个刚来的人 就让他插队插在第一位了 就引起公愤了 所以一直成病啊 人一执着的时候 有时候就顾及不到 方方面面的 还有这个执事 执的事情啊 废了理了 比方说我们做早晚课 每天都没有间断了 坐着坐着 变成行事了 就没有受用了 早晚课的用意是什么 早上啊 提醒自己 晚上反省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 你直在世上了 早上说的 早上骗佛菩萨一次 晚上又骗佛菩萨一次 包含 这个 我们定 每天念一万声 你不能直在这个世上啊 念佛的目的是什么 习定啊 修界定的功夫啊 慢慢忘念少了 佛号多了 智慧就会彰显出来了 而且念佛啊 是调服忘念的最好的方法了 那我们本来目的是要 那我们本来目的是要习定了 那你这个念一万声呢 都在那里赶速度了 那就念的心很慌乱了 根本就达不到习定了 直视费礼了 那越念呢 功夫越退步 为什么 口念弥陀心善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 大家有没有念过 追顶念佛 你看是啊 人家都在追顶念佛 就执着啊 都这么念 那追顶的目的是什么 它速度很快啊 让妄念进不来 结果我们在那追顶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然后念的那个心脏 都快跳出来了 这个就直礼非的事了 师父领进门啊 修行靠个人啊 你要懂那个礼啊 不然你着在那个事上呢 你越修就越执着了 所以为什么 学问要讲究啊 就是你要多熏习啊 明理啊 不然会学偏啊 学直了 我们这个执着啊 还有走行事啊 很 很习惯啊 还没学佛语前 就这个习惯啊 你一不注意啊 它就冒出来了 做表面功夫啊 像我是在大都市成长的 就比较功利啊 急于求成啊 就容易表面功夫给人家看啊 虽然学佛了 还没学以前这二十几年 这些习惯都要把它改掉才行啊 我也曾经跟 这位同修分享过啊 成德母亲啊 她念一万声啊 念了好几年了 刚好我们在交流的时候 我问了老人家一句话 你有没有越念越想念啊 当下老人家认了一下 限度沉思啊 她每天就想着一万一万 到了到了 那一万也是执着之处 应该是什么 哎呀你念的越来越相应了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啊 一有时间就想念 把念佛摆第一 相应才重要啊 你不相应啊 都走行事了 不得真实利益了 好 文艺不能洗 文惜傲益啊 当 天洗之 如意而行 意者 宜也 这是中庸讲的 宜就是事宜啊 就应该做的 好我们常说五轮实意 那个意就是本分 好比方 父辞 子 孝 辞就是 父 应该做的 孝 就是子 应该做的 胸 有 地 公 有 就是 胸 应该做的 公 就是地 应该做的 这个都属于意啊 我们 照着这个意去做 说实在的 照着意去做啊 也是顺着我们的明德去做 好 这里讲到啊 也有把这个喜啊 做从 也可以 听了 意了 就马上 遵从 去做 不善 不能改 不善 是过 我们看讲要说的 贵能改之 我们不善 不去改啊 就空过了 而且不改过啊 这个过啊 会增长啊 是吧 就好像 身体有病了 你说我今天不治了 不治它会恶化啊 所以古人说 学如逆水行舟 不静 则退 而且要用语 改过 所以学圣教啊 两件事 知过 改过 都在这几个方面 下功夫 好 那孔子也都督促学生了 好好下这些功夫 我们再看呢 诗之心境 第三呢 沉静谦虚 古人说 满朝损 千寿意 意经六十四卦当中 只有一卦六窑都是吉祥 千挂六窑皆吉 那古人 古人也留了很多话提醒我们 这个少年得志 大不幸 他年纪很精 有成就了 他容易致满 就不容易谦虚了 所以 中小型企业平均2.9年 大型企业平均七到八年 这个都是因为 有了一些成就啊 慢行起来 很快就败了 好 那我们看 两百六十一页 子曰 数而不作 信而好古 切比于我老蓬 那我们 这次学习 我们不中这个训孤 我们中义礼 我们看第四行 老子 为这个依习 老鼠要出这个 寒谷关 有人向他请法 应该是这个依习 他跟他谈呢 荣臣氏 所说五千言 荣臣氏 是老子的老师了 所以证明啊 数而不作 所以则老蓬 当为老子 数而不作则 叙述前人之学 而不自己创作 所以数而不作 就不傲慢 我们看佛 他说佛佛道童啊 经佛如古佛之再来 他也没有自己的创造发明啊 这个是对字傲慢 信而好古啊 这个对字 怀疑啊 不能怀疑古人 信古人之有道 好古人之 朴实则也 我想到啊 当时候老和尚在香港 有一次 企业家论坛 当时候主持人就问 市长了 这个 有人说啊 传统文化有糟粕啊 你老人家怎么看 市长回答 是 有糟粕 我当时候坐在第一排 有点惊讶 哎 老和尚怎么这么说啊 接着老和尚说了 他们看不懂啊 就说有糟粕 接着老和尚进一步 说到了 这经典里面的教诲啊 经过了几千年了 古人的心比我们亲近了 欲望少啊 亲近新生智慧啊 假如真的这些 经典里面有糟粕啊 古人早就 看到 把它调整啊 轮不到我们啊 这些古人呢 都很朴实啊 很寡欲啊 这里提了 例如 先敬于礼乐 也人也 这个我们呢 可以翻到 四百三十七页 讲要 因为这里引到了 先敬第十一 第一句 子曰 先敬于礼乐 也人也 后敬于礼乐 君子也 如用之 则无从 先进 我国自古啊 称为礼乐之邦 礼上恭敬 礼上和平 而礼乐 两者都是以 人为本 仁爱的心 为根本 然礼乐 往往因时 因人而演变 此章的意识 古著有很多 那我们 采一种解释 先敬于礼乐 是在 孔子以前的时代 学礼乐者 都很朴素 看起来是 乡也之人 很朴实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看 比方说 刚好到乡间 接触一些百姓 你看他的穿着 很朴实 不是穿西装 打领带 好像 很有礼节 但是 你跟他交谈 他很温和 很善良 那可能都市里面的 他跟你应对 礼节做得很好 但是不一定很真诚 所以这个 孔子以前的时代 学礼的人 朴素 看起来是 乡也之人 厚敬于礼乐 是孔子 当时 学礼乐的 者 不像乡下人 那么朴素 其人言行 注重文事 说算外在的 这些修饰了 言语的修饰了 看起来是君子 但是讲到实用 孔子则从先进的礼乐 因为 先进 游进古风 就是孔子以前 这些学礼乐的人 比较 朴素 不思人本 刚义 木论 敬人 你看言语 还有点迟钝 不思人本 可使风俗 归于 纯朴 我们也有 亲近 在乡下里面的百姓 都会被他们 这种 好客 很为人想 所感动 所以这里说 也不失其真 故用之 则从 先进 切比于我老鹏者 自比于老鹏 这个 我老鹏 这个加一个我 是有亲切的意思 你说 这个我的老师 感觉着很亲切 老子 但述 容成事之言 只叙述 他老师之言 所以 孔子 以老子 来比喻 自己的心境 孔子也是 在中庸里面 有讲 祖术 遥顺 献章 文武 所以他也是 承传 遥顺 与汤 文武 作功 之道 这看出 孔子非常 恭敬 古人的教诲 我们再看 三百一十六页 子曰 文 莫无 由人也 公行 君子 则无 为之 有德 子曰 把它合在一起 若胜 与人 则无 其感 亦为之 不厌 毁人 不倦 则可谓 云耳 以言 公息 公息华月 正为 地址 不能学 也 孔子说到了 这个文是指文章典故 莫 是勉强 是勉强的意思 孔子谦虚地说 论及文章典故 不勉强 不勉强 犹如他人 我勉强 跟他人 一样 若言 所为之事 自己所做的事 都和君子之道 叫公行君子 自己所做 都符合君子之道 则无 未能也 未之有德 我还没做到 所以孔子 自谦 自己连君子 都还没有做到 我们从这些句子 感受到 孔子是自圣 但是他很谦虚 得比于上 则知此 我们德行 要跟孔子比 老和尚教导我们 学佛 就学释迦牟尼佛 学乳 就学孔子 学道 就学老子 以三教圣人为目标 那我们看到 孔子这么谦虚的 我们要起而效法 下一段提到 讲要 这一段第四行 孔子又谦虚的说了 若胜与人 则无其感 忍者 这个我还达不到 那宫西华 说到了 不厌不倦 正为我等弟子 学之不能得也 就是我们地子都远远不及了 都是我们要效法 福祉的地方了 其实我们体会看看 一个人能学而不厌 他一定有智慧的 好学近乎智 学习不厌倦 欲罢不能 每天都神教古人 你看孔子都常常梦到周公 诸位忍者 你们有没有梦过孔子 很惭愧 我还没有梦到 有梦到老上几次 这个都会感应的 那学而不厌 一定有智慧 毁人不倦 这是很慈悲 很有耐性 所以其实孔子是 又有智慧又慈悲 但是他很谦虚 所以我们看三百一十八页 第三行说的 孔子是智慎 然不但不敢智名 圣人仁者 甚至君子之名 亦不智许 谦得如此 所以能为智慎 后面这两句很重要 谦得是因 智慎是果 所以了凡世心说 千则受教有地 一个人谦虚了 他就接受别人的教导 别人的规劝 取善无穷 他的善能够不断地提升 你看孔子他的谦德 三字经里面也说到了 习仲尼师相陀 相陀才七岁呀 七岁的孩子他懂的 孔子不懂 孔子向他学习呀 他是圣人的 你看他这么情学 所以师长常说 福在受见 我们能谦虚 接受别人的提醒 这是有福报的人 毕竟当局者迷呀 旁观者轻呀 好 这个是 提这些句子 彰显 孔子 沉浸 谦虚 好 看看今天谈的内容 大家有没有要探讨的 好 那今天时间到了 就先到这里 到九点半 对不起 你看我 这个 这个时间到有点 这代表自己定功不足 因为昨天是七点半到九点 今天是八点到九点半 好 那我们 刚刚提到 孔子 尘静谦虚 我们想到 中庸有一句教诲 孔子说 君子之道事 某位能依焉 这个君子 他的修养 展现出来 有着 其实是素道的精神 有着四点 但是我一点也没有做好 所以一开始孔子很谦虚 所求乎子 以四父 未能也 我们要求儿子的 我们首先呢 先完全 做到 对自己的父亲 你再去要求孩子 这个就是素道了 我们今天要求孩子孝顺 我们自己对父母不孝 那孩子心里就不服了 你自己又做得不好 所求于成 以四君 我们要求下属的 我们自己对上师先 完全做到 不然下属也不服啊 为人也 而且说实在来 当我们做到的时候啊 也不能苛求于人 因为中数嘛 连以律习 宽以待人 所求乎弟 以四兄 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 先师之 未能也 那这些句子 也很值得我们 反观 因为子贡很会问问题啊 问孔子 有一个字 可以终身立行的吗 当然 是修养德行 最重要的一个字啊 孔子说 祈祿夫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所以我们 随时要有这个 素道的心 那 我们希望啊 朋友理解我们呢 我们先要理解他 先师之嘛 但是 容易不容易啊 我们有时候 在这个五轮关系当中 容易挺计较的 那 这个 他先理解我 我就能理解他了 他先道歉啊 我就道歉了 都在这些 静缘当中啊 都不能先师之啊 都会动 情绪啊 都会要求 所以 学传统文化 学理智啊 理智的人 别人对不对啊 不是最重要的 首先我自己要做对 我自己没有做对啊 我没有资格 讲别人啊 中庸也提醒我们 正己而不求于人 则无怨 我们做好自己了 又不苛求别人了 别人不会怨我们 甚至于会被我们感动了 我们现在为什么别人会怨我们 我们没有正己啊 又要求别人了 他心里更不服气了 你还说我 五十步笑百步了 所以这一段话也是 勉励我们 行述道 好 我们看呢 师之心境的第三点 师徒如父子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标题啊 诸位忍者 假如是当老师的 我们有没有效法孔子 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看待啊 都以孔子为榜样啊 孔子是我们当老师的鼻祖 我们跟孔子同行 我记得有一个女同事啊 她教学 她跟我分享到啊 她曾经在教学的时候啊 对某一个学生呢 快没有耐性了 她也察觉自己的情绪上来了 她转了个念头 她说假如这个学生 是我的儿子 我会怎么做 这个念头一转了 她这个气下去了 正念线前 邪念自然污染不上 平等 爱护 爱护自己的孩子 跟爱护学生 平等啊 这个老师的慈悲力 就越来越强了 这个师徒如父子啊 我们看四百四十七页 这个言冤死啊 门人欲后葬之 只约 只约不可 不可 门人后葬之 只约 回也 事与由父也 于不得事由子也 非我也 服二三子也 这个门人是孔子的弟子 也就是颜子的师兄弟 他们要以厚礼 葬颜子 孔子不许可 但未能阻止 因此感叹说 回待我如父 而我不能 待你如子 使你伤脏不合理 这不是我 而是由你的师兄弟造成的 所使难 这里引了礼记当中 谈公上篇记载 这个子游问商据 子游来请教孔子 来办理颜子的商事 要用哪些东西 孔子达之 趁家之有无 我们弟子规说 依贵节不贵华 上寻分下趁家 依你家庭的经济状况 依你的社会地位 这个不能了 这个打肿脸冲胖子 所以家里富有 也不能于理后葬 还是要遵循理 无财 无财则不可以 被理 没有 钱财 那个理还很过了 就有点 打肿脸冲胖子 颜子 加贫 而且他又没有当官 你后葬就不 合理了 并不合理了 孔子不许可 孔子虽然很爱这个学生 但他爱他的方式 实为爱之以德 这个爱之以德很重要 我们真懂得爱护别人吗 真子 临终的时候 病得蛮重的了 他两个儿子在旁边 还有他一个仆人 结果这个仆人 就说到了 就提醒真子 他现在躺的那个席子 不符合他的身份 那是大夫送他的东西 太贵重了 可能真子也会考虑 到时候那么多人来看他 他走了 来看他一看 不合理了 他一生在教学 所以赶紧交代两个儿子 把我换席子 他病那么重了 所以两个儿子 父亲不要换了 你都病成这样了 真子就对儿子讲了 你看人家这个仆人 爱我以德 他在护念我的德行 他让我手里 你们爱护我 是姑息 是吧 所以我们 情子动的时候 可能都用姑息了 不是真正爱护对方了 所以有一句话叫 慈母都败子 你看这个妈妈 很爱护孩子 可是孩子有错了 都掩饰了 不让她的先生知道 爱人以姑息了 这就会害了 对方 所以孔子爱他的学生 爱之以德 奈因 言子之父 言路做主 因为毕竟 言路是言子的父亲 人家是家里办伤事 师徒虽如父子 毕竟不是父子 终于不能指其后葬 所以 自欠 感到很抱歉了 而又责备门人 责备他的学生 其实是言路做主 你看圣人都是责备自己的人 没有去责备严子的父亲 这里面都有德恨 都很含蓄 都有那个不忍 说人家的不好 这个是师徒如父子的出处 我们再看一下 孔子跟颜子的 这种情谊 四百六十三页 子位于匡 言冤后 子曰 无以辱为时矣 约子在回何敢死 这个位呢 是被围困了 在匡地被围困了 所以孔子在匡 被匡人围困 后虽脱险了 却与弟子失散 言冤落在后面 最后才赶上来 孔子一见了 便说 我以为你死了 言冤说 老师在地址 怎敢死 这个是完全知道 老师 要做什么 老师对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孔子知道 言军不会死 无以辱为时矣 是一时欢喜的反义词 脱口而出了 言军说 子在 也是知道 孔子不会死 所以说 回何敢死 孔言 师 还有弟子 相知之身 由此可以相见 言军知道 孔子的使命 他是要沉传道统 你看孔子 也自知自己的使命 天知未尚斯文也 匡人其辱于何 上天靠我 要把道统传下去 任何人伤不了我 所以 这个 弟子 很清楚 老师 的重要性 他要做的事 那当然这一段 拉回来我们身上 我们要很清楚 师长 他的志向 师长 对这个时代 以及对后世的重要 那我们就会 以师志为己志 好 这个是 师徒如父子 我们看有一个同修举手 妙音忍者 请你开麦 我已经给你打开了 好 感恩圣典法师 感恩各位老师 好 请坐 请坐 好 谢谢老师 好 我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老师 因为我是在国学堂工作 国学堂安排我一个星期以后吧 要给那个小学生啊 讲论语 我想请教一下法师 一个多星期 我想怎么样才能够尽快的 气入到这个论语的这个境界里面呢 你每天要礼拜孔老夫子 自诚感通嘛 那当然你那个一心成就学生的心要发出来 好 那你就跟孔子心心相应了 他老人家可以加持得上 当然对论语的内容要熟悉 多读诵 那讲学呢 强调契机 契理还要契机 所以在讲解的时候啊 贴近 这些孩子 这些学生 他的整个 他的学校生活啊 家庭生活 包含结合 社会的一些事情 来开解 理事援融嘛 把那个理拉到现在的 他的生活情境上 社会状况上来 他比较能理解 好 提供你做参考 感恩法师 感恩祝你法体安康吉祥如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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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祝福啊 我有胖一公斤 应该有了 那很好 谢谢您 大家有没有看我脸有胖一点 有有有 好 我们 深进的 听着法师吉祥 非常高兴 这次又在网络上碰到法师 就是之前法师在香港的时候 刘老师给了一张票 我觉得亲身现场 第一次见到法师 也聆听到法师的讲座 然后感觉就是非常受益 然后这个密度很大 其实我还在消化中 就讲了很多东西 可能还需要实践 对 实践和这个消化 所以我觉得很受益 首先非常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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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第二点就是 我就想提 有两个问题 我想提一下 对 就是 我现在在香港大学 这个读佛 佛学研究 对 然后已经快毕业了 然后呢 其实就碰到一些问题 就觉得 就发现就是说 其实就是你读这个宗教 或者国学 其实是挺难找到 就是相应的一份工作的 就是 而且即使是像这种 亚洲的这种 一流大学 其实都很难 其实都很难找到 真正相应的 我们就算 即使有这个机会也比较少 然后就算有可能 这个道场 可能也不一定和你 就是比较相应 然后加上呢 就是可能这个工资方面 其实都是比较低 所以就是说 对于年轻人来说 其实我就想到 就对于年轻人来说 到底是 是否就是 合适 这个做一些 比较全职的这种 红法工作 其实我对这个 是有些疑问的 因为 就我的观察来说 其实很多 就是人做国学 他并不是 真的是很心心开阔 反而是很多不信 不信这个 这些宗教的 反而他可能有一种 这种 格局 对 那所以我就想请法师 这个问题 然后我想就问这个问题 那可能 就是我也想到 就是可能汉学院的话 您刚刚说 国性宗教是怎么样 我就说 我就觉得可能 很多 他可能没有信仰 就是尤其他大学 可能没有信仰 那他可能 他的这个胸怀和格局 就远远超过 很多信仰宗教的 就是 所以就是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就是有时候 我感觉 在一些 就说一些 可能社会团体 有时候可能更历练一些 一些 可能会更锻炼一些 自己的能力 有时候 感觉有时候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就想请问 就是 包括就是法师 就在的汉学院 其实可能很多 VSN也是想 就是 出来弘扬国学 但是实际 社会的情况 就是 其实就是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想请法师 开示一下 就是给 也给 大众开示一下 就是说 如果 确实是 有心想 红然 又读了这些 这个 宗教国学 专业 这个 这个 未来的工作 底下到底是 该如何走 会比较好 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就是现在的 这个 师道的话 就是基本 就是 我的大学的感受 可能就是现在老师 其实是相对职业化的 他可能上了一个学期 都不认识自己的学生 就是我现在可能都会出去 然后所以就是说 如果 如果学生就是 视老师为父的话 那可能 可能 首先老师 可能不一定 视学生为子 说实话 然后第二个就是 那学生 如果视老师 过于这种 过于这种 激动的 把老师当成一种 就是 像父亲一样的 这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 然后对老师严谨系统 反而会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我想请法师 开示一下 就关于这个 现在目前这个 社会状况下的 这种师徒关系 该如何和这个经文 能够比较好的 援农 好 我就这两个问题 好 谢谢 谢谢陈宗提的问题 首先呢 我们 找工作 人生是以服务为目的 服务为目的 所以你觉得 你做什么事 真正能服务人 能让人家受益 这是你选择的行业 好 那至于收入呢 那就是你命中的福报 好 你命里有福报啊 你卖红豆汤 都可以买好几间房子 所以这个了凡事讯呢 这个讲得很清楚 你看中文系 不好找工作 也看起来是一个 社会的现象 其实读中文系啊 假如都是读经典啊 那你的胸怀要跟 这些圣贤人 慢慢慢慢相应啊 假如读了中文系 都是想着 只是自己的收入啊 那这个行量就不够大了 读了圣贤 是名不腐蚀 反而没有福报了 刚好 我这一次回 逢甲 这个 他们学校老师啊 就让我勉励勉励啊 中文系的学生啊 因为他也说到啊 这中文系毕业了 不好找工作的 纵使找到了 薪水都比较少啊 后来 我就跟他们说了 21世纪啊 最严重的是忧郁症 忧郁症是心病啊 要心要医 心要在哪 心要在经典里面啊 无量寿经说 为众开法杖 广施功德宝啊 开笔智慧眼 获得光明深 现代人 为什么古人说 子孙虽语 经书不可不读 他不深入经账啊 他没有智慧 他人生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啊 越来越痛苦了 所以重要的是 得把他学通啊 那中文系把经典学通了 那可能是这个社会 最需要的人了 那个道圣和夫 你看他事业那么成功 人家问他 你跟谁学的 道圣和夫说 我跟你们老祖宗学的 以前为什么会有灰伤 净伤 大家知道为什么啊 就是以前读书人呢 考功名不是很顺利 但是毕竟呢 他读了那些圣贤书了 他改行 先不考了 做生意 他把这些经典的用出来了 所以应该是学中文了 你真正用心了 要不你留在这个领域教学 当然现在传统文化单位不少 都缺老师啊 你真正学通了 人家一定很欢喜来理解你的 甚至于现在很多企业啊 其实当老板的 只要不把传统文化融进去企业啊 他当领导压力也很大 所以假如你学通了 那你在企业界也可以把传统文化融进去 他可以建立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无形 潜移默化影响每一个员工 就好像一个家庭里面 你的家风随时影响着每一个人 他无形啊 但是他是最重要的 你看一个企业不要说 这个他现在资产有多少 有时候那个看不见的 比看得见的还重要 你那个全球排在前面的 你只要那个文化不好了 高层都见利望益了 有可能一个就把你的公司给搞倒了 所以其实现在从个人身心 家庭到企业团体 都非常需要中国经典的智慧 但最重要要把它学通 那这个当然了 假如你又要选择全职做弘扬文化的老师 那要以佛陀为榜样 要以孔子为榜样 安平乐道 孔子是 饭书时营水 屈公而枕之 乐意在其中已 当然了 你一心为众生 那你是有福报的人 应该生活 没有困难 你看老和尚就给我们表演出来了 他最后财富都自在了 不缺财富 所以人一生 你到底要追求什么 自己心里要很清楚 我们假如不清楚 我们也很容易受社会一些风气 说法的影响 那再来你刚刚有提代了 现在的私生关系 那假如学生 把老师当父亲 言听记仇 就是现代的这些私生关系 我想 师徒如父子 这个不应该因时空而改变 别人做不做 这个我们要求不了 我们要求自己 但是也是用理智 比方说 我们向老师学习 也不能是情子 也是要 佛陀讲的 是依法 依法不依人 我们当学生 我们为自己的法身 会命负责 这不是开玩笑的 我当然也是要很慎重 而一个当老师的人 也要把 依法不依人 展现出来 我们今天 遇到很信任的学生 对我们言听记仇 我们也是战战兢兢 我们不能误人子弟 我们是怎样 引导他依照经典 引导他依照明师 受戒 师长这么给我们表演 大家 静下心来去观察 老师上美开 一段道理了 很自然的 所以啊 华言经告诉我们 为星所现 为事所变 所以 任言经告诉我们 谁众生兴应所之谅 师长给我们展现 一经典 大家观察一下 孔子在孝经里面 没讲完一段 都是影诗经 影上书 你看第一段 讲完了 这个师云 无念而主 欲修绝德 你看天子章 马上俯行云 一人有庆 照明赖之 你看诸侯瞻 最后师云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如履不兵 所以这个 成虹忍者 你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 当老师 我们就 守住 素额不作 幸而好苦 不知道刚刚这个回答 你有没有其他的思考 或者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看法 可以再提出来 你举一下手 我给你开脉 是一个成虹 要不然我找得到你 好 可以 好的 非常感谢法师的开示 非常感谢法师的开示 对 然后 也很 很受益 法师师 刚才就是 对于学生和老师的这个 关系 是不是有一些别的思考 我是觉得就是 对 我地址目前还没有太 其他思考 学生消化一下法师的回答 我在 在提出一些思考 可能我反应比较慢 不好意思 没事 对 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强迫别人接受 所以 我给大家回应完了 可以再继续大家探讨一下 那刚刚您有提到啊 没有信宗教的呢 有时候人家胸怀啊 很大 甚至比信宗教的人还大 其实人呢 都有在过去生的 涵养的 可能他还没有遇到 宗教 或者遇到传统文化 但他过去生呢 心量就很大了 修养就很好了 那 有时候我们信了佛了 但是我们没有依教奉行 我们心量还是没打开啊 所以有这个佛地址的名 传统文化的学者 学人 但是名不腐蚀啊 也还是有啊 所以也不能着在这个表象上面 所以佛陀也有提醒啊 不清后学 你不能说 我学了二三十年了 今天一个新来的 你就产生清漫了 所以六祖 谈经里面讲啊 这个六祖亲近五祖啊 当时候才二十几岁啊 二十四岁啊 清静的时间很短啊 那这个神秀大师呢 清静几十年了 后来谁得一波啊 六祖大师啊 所以能不能清漫这个 初学的人呢 后学的人呢 不可以清漫了 所以我们也不能清漫的 没有学佛的人 没有学传统化的人 有时候人家可能做得比我们还好 好 谢谢 陈鸿 刚才陈德老师 陈德法师也不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更加探讨 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有更加探讨 就是说我们这个父子关系 它其实是一种 父亲对孩子是一种全新的付出 无有保留的付出 对吧 它是这种非常真实的付出 但是老师的付出的话 其实说 说实话 老师其实 还是有所保留的 比如说时间 可能他觉得下课 就应该是我自己的时间 我不会再付出很多时间 包括一些核心的一些利益 比如说 比如说 老师因为有自己的社会关系 他可能 你刚刚找工作找老师 老师可能也不一定会 很愿意 很愿意动用他各种关系来帮你 就是 就是 就是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 就是比如说 还有就是依法不依人这方面 就是说有些 比如说像 像有些最深的东西 老师有时候可能也还不愿意讲 那这时候可能有 我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有些很深的一些理论 老师有时候可能也不愿意说 可能有时候 可能说实话 可能 就是说慈悲心没有很 有些法师那么强 我这也是说实话 就是 所以说 在这个时候该如何对待 比如说像以前 川普讲秘法的时候 是口吐鲜血 当时是 为了传秘法 也撼中的弟子 但是 但是我们可能有时候 可能都要这样的 非常真心付出的老师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时候该对待 阿弥陀佛 好 我们刚刚 有讲到这个 五轮十意 这个意就是应该的 那老师跟学生 虽然没有在五轮当中 事实上 他这个角色几乎跨了好几个轮 有时候像 兄长一样提携他 有时候又像朋友一样鼓励他 有时候像父亲一心成就他 这个在应主啊 他的教诲当中都有提到 虽然没有列在五轮呢 但是他有好几轮的这个精神呢 在里面 那五轮十意啊 意就是应该的 所以现在 比方说当老师的一些情况 那这些老师 他可能也没有学过理系学技啊 他也没有学过孔子怎么当老师的 有教无类啊 因财师教啊 所以这个也不能怪这些老师嘛 你说老师应该做什么 他可能也没上过这些课了 我们是因为遇到老和尚了 我们才知道当老师应该 尽这些本分啊 不然也有可能就是受这个整个 风气的影响 那也只是一个教书将而已啊 那当老师 你可能生活都蛮安定的 这是福报 可是假如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本分呢 那这个我们是有责福报的 甚至我们假如还教错了 有误人子弟 那这个要负因果的 所以这个当然不是说我们当老师的 那所有的时间都全部都要给学生 然后自己都没有个人的生活空间 也不是这个样子啊 因为一个老师有自己的家庭 他也要给学生展现怎么敦伦敬奋 怎么经营好家庭啊 经营好他的生活啊 作息啊 这个都是表法 你不能说当老师的当到最后壮烈牺牲啊 是吧 趴下去了 对啊 所以我最近有胖一点了 我也从中学习啊 改性格啊 不能太逞强了 你包含说社会关系啊 老师也不一定给学生用啊 我感觉当老师应该还是要成全学生 帮助学生啊 但是他还是要慎用他的威性的 是吧 你说这个学生不认真学习啊 做事啊 那你还给他写推荐函啊 这我不写 是吧 我们也要对他负责 对这个社会负责了 以前的人推荐人啊 你要写个品学兼优 那你要负责任啊 是吧 人家因为你的品学兼优 把他重用了 最后把人家的公司给搞垮了 那你有没有因果啊 这些 我想都还是要有理智啊 去应对的 也不能够感情用事的 都要卑制双运啊 那你刚刚说 那有老师不愿意说啊 那变成你 你自己藏一手啊 那这个有过失啊 老婆上讲这个 庸舍方数 你今天手上有一个药方可以帮助现在的人 你没有把它拿出来流通 把它埋到棺材里面 这个有过失的啊 那更何况我们当老师的 你没有尽力的去把你所学的去供养给学生 你还留一手啊 那这个本身是有过失的 好 这个 以上做一个回馈啊 那今天我们先交流到这里啊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